东汉延西四年 刘备出生于河北浊州的娄桑村 他是西汉皇室的后裔 但因父亲早亡家道中落 此时的刘备只能与母亲之席范侣艰难度日 落魄的少年就这样推开了自己的命运之门 十五岁时 他与公孙赞等人拜卢职为师 但读书论道 不是刘备的志向 他要的是澄清环宇天下太平 在商人张世平苏双等人的资助下 刘备的麾下亦是云集 关羽和张飞也在其中 黄金起义爆发后 刘备四方平叛立下战功 几经辗转后投往公孙赞麾下 即使身处大争之事 他仍坚守着仁义之道 孤军解救被黄金围困的孔荣 星夜驰援被曹操攻打的陶谦 不过乱世终究还是武力至上 八年时间里 他先后大败于袁树 困对于兵士溃散的绝境 妻子儿女两度沦落吕不知首 一代赵事发后又被曹操追打败逃 在荆州刘表的参议中蹉跎岁月 常年累月的屡败屡战 却仍未有稳固的力追根基 刚刚年至不惑的刘备已有碧肉之叹 公元二零七年 刘备在南洋卧龙港见到了诸葛亮 这一年刘备四十六岁 诸葛亮二十七岁 这场会面被后人称之为龙中对策 从这一刻起 军阀混战的局势悄然逆转 四年曹操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京楚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下口 诸葛亮亲赴江东联盟东吴 当年十二月 刘孙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 两年后 天纵英才的周瑜并是巴丘 刘备趁机占据了荆州南郡 定睛必将取义 公元二一四年 在张松 庞统 法正等人的谋划 与诸葛亮等人的配合下 一周迎来了新的统治者 五十四岁的刘备终于有了自己的基业 公元二一七年 刘备听取了法正的策略 与曹操相争汉中 两年后的定军山上 老将黄中大破下侯渊部 汉中进入刘备之首 然而历史却总是充满了遗憾 刘备占领汉中不久 吕蒙白衣渡江杀害了关羽 荆州陷落东吴 痛失手足的刘备 陷入了极大的愤怒和悲痛中 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 亲征伐吴 可夷灵的一场大火 烧散了昭烈皇帝的复仇梦 亲征伐吴的惨败 让这个花甲老人心力交瘁 帝王霸业和复兴汉士 对他来说都已成梦幻泡影 公元二二三年 在将军国大事全盘托付于诸葛亮后 壮志未愁的昭烈帝 并是于白帝城的永安宫内 享年六十三岁 身为汉士后裔 少年历尽贫苦 二十四岁从军定乱 四十六岁三顾求贤 六十一岁登基称帝 六十三岁并是白帝 一生坎坷风雨漂泊 使之不渝恢复汉士 天地英雄气 至今尚力然 大叶虽未成 千古又余哀